我今天想讲的就是如何在侍奉中平稳安静 因为实际有太多人在侍奉中 很多猛疹怒躁 很多不开心 神是能够令我们不受人的影响 在侍奉中有能力 有信心 是平稳安静的 首先 神的圣情是什么呢 神就是很爱每一个人 神就是很爱每一个人 而且是辅助我们的侍奉 这个是令我们能够侍奉平稳安静 如果讲到侍奉的能力 我们有没有能力改变人呢 如果当人担着这个担子是很重的 我要改变我们听到的人 我要令到他们的生命改变 我们没有这种能力的 但是神会做功 就是我们的说话是带着能力的 神是会使用我们的 因为神有的心很疼你们每一个 你跟隔壁都说 神很疼你的 神很疼你的 神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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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讲开或者说 我们训练讲到 大家都能有我讲到的时候 那个进展和声音和样东西 你试试下一次你们讲的时候 试试都是好像我这样 有声音的能力和动作和自己的投入 因为神这么照顾我们 这么看重我们 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常可以很轻省 但的确不是那么多人的轻省 但我们一直都会说 神紧张我的事奉 多过我紧张我的事奉 一起讲 神紧张我的事奉 多过我紧张我的事奉 神紧张我目有的人 多过我紧张他们 一起讲 神紧张我目有的人 多过我紧张他们 当你知道神紧张 你就不用这么背着了 当人背着有什么后果呢 有些人不改 真的很惨 有些人不听说 真的很惨 有没有那一刻 真的很惨 就会很大压力 就会猛疹 又会怒吵 就会睡不着 事奉就会睡不着 就会很大压力 我求主帮助我们 每天都能够无论多大压力 多困难都好 一样照顾 一样平安兴省 而且事奉有时 一直讲到都在笑的 不是一直讲到 苦着口面或者皱着眉头 是其中一句讲到 就可以尽量笑了 圣经讲到 《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 有经文我一起读一下 我又至今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奪去 神会照顾他们 保护他们 祝福他们 所以我们不用那么担心 不用背着那么重的 还有神很体重事奉的人 神本身就是充满爱 他会看重他的工人 所以他会很看重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可以为自己愿意事奉而感恩 就是说 神看重我我事奉 神是喜欢的 于是我就很开心了 多谢耶稣 我是在做耶稣欢喜的事 你一起讲 多谢耶稣 我是在做耶稣欢喜的事 因为神很欣赏事奉的人 神是欣赏事奉的人 马太二五章四十节 这个讲道 你记住了一个 帝兄中最少的身上 就是在哪个身上 就是耶稣的身上 就是耶稣这么欣赏 因为他里面就是充满欣赏 他体重那些小羊 所以当有人牧养小羊 他很开心的 所以我们不用背着淡子 还有将一杯凉水给小子 这个人是怎样的 不难不得赏赐 一定得到赏赐 一定得到赏赐 所以我们就说 所以我侍奉的仇 神一定祝福我 一定赏赐 我一定加力量给我们 好了 接着说到 在侍奉里面 圣经讲到经文 对于侍奉的态度 第一 就是爱主是侍奉的动力 有爱耶稣的心先的 约翰有一章十七字一起读 第三字对他说 约翰的义以西梅另外望 对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妈 就忧伤 对耶稣说 主要你是没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羊我的羊 是 耶稣问了比特三次 每一次之后 他都说到 为了我的羊 耶稣都问我们 当耶稣问比特三次的时候 耶稣就开始有些忧愁 耶稣你是不是不信我 爱你呢 会令到他想 到底我是不是真的爱耶稣呢 但是比特都很肯定 主要你知道我爱你 比特是真的很体重耶稣 比特这么体重耶稣 他都否认耶稣 就是看到人 有时遇到困难 都会这样害怕 但是他的而且是很爱耶稣的 但是爱都一样会软弱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我们有四年充满 一定不会犯罪 一定不会软弱 其实我们一样可以软弱 一样可以犯罪 所以我们是要极度小心的 你都问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爱耶稣 是不是可以好像比特那样说 我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 那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 侍奉的 我们怎样有力量 就是一定是有耶稣的爱 也好爱耶稣 耶稣你真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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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服侍你们每一个 是不是很爱 耶稣服侍我们每一个 真是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有这个 耶稣这么好 所以我们就很有心去服侍 为什么我会这么愿意去服侍呢 免费去服侍 义务去服侍呢 因为神实在是对我们非常非常好的 交托就是很多人 为什么不能够这么轻散呢 就是很多时候不能够交托 诗篇37篇5节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华 并以靠他 他就会 怎样啊 成全他会做功的 你就是做一个估计 我愿意为祈祷 我愿意祝福他 我愿意带领他 引导他 他就会改变的 虽然他未必根据你的速度 因为我们 你带他 当然是你成长过他 你就想他 好像你这么快 但我们是否很快呢 未必很快 其实我自己我发觉 我做了牧师很多年 在未经历圣年充满之前的时候 我是不是一直向上去的 但当我经历圣年充满之后 我就神就激励我 我就一直向前去 变成看到 还可以这么大的发挥 这么大的发挥 我就很强的动力 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向前去 我就看到一件事 真的每一次神都做功的 我们今天祈祷 即是他的忧伤释放出来 我们先为Crystal祈祷 他又说他的痛又减少了 他又觉得有些东西走出来 我昨天跟那个祈祷 他又觉得所有的困难 那些烦恼 那些难所走出来 神就是这么真、这么勃 所以他一定会成全 一起说 他一定会成全 所以我不用那么担心 所以侍奉的时候不要担心 当一个人侍奉的时候 担心他不是真的侍奉神 他是侍奉他的事工 我们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是用神的方法去做的 《提摩太后书》 《因为知道我所信义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他会保存的 所以我不用担心的 《针言三章五节》 《专心养礼入环》 神一定会指引我们的路 就是说到神一定会照顾 所以有句说话 神给我的 神做事 我放心 一起再说 神做事 我放心 他一定会搞定 那时候就不用背着担子 不用每天都 有种重担 或者睡不着 而柔和是可以影响人 虽然圣灵有讲到史杂过 我现在首先看到柔和 《针言三章十节》 《恒常忍耐可以怨农君王》 《柔和的舌头来截断骨头》 看起来没有什么可能 为什么柔和的舌头可以截断骨头呢 但是有时一句柔和的说话 我也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说到 那些恐怖分子劫持一帮人的时候 有个小女儿居然跟那个人 去说一些爱的说话 这个人居然放弃 他不劫持这帮人 有时一个小朋友的说话 很柔和的说话 可以影响一个恐怖分子 就是一个残暴的人 就是柔和的舌头 我不听过他说的 都是说爱的说话 但是人听到之后 心就很感动 就是其实柔和的说话 柔和的心是可以影响人人的 《以復所书四章二字凡事》 《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都是讲到 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他说十二章十二字是用百般的忍耐 很多各样的方式的忍耐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不需要一齐读 绿色语读可以一起读 不需要的乱乱 背着他一堂指 做得不好 不要紧了 是他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的程度不同 各个程度不同 各个速度不同 不要紧的 我们不用背着担心 当他背着担心 譬如我背着你们 这班的学员 我很感谢主 你们来学习 如果我说 哎呀 他学完也不做 这个又不肯去投入 这个又离开又不离开 如果我经常这样想 我也有很大的压力 但我的心就放松 我愿意付出 我愿意祝福 我又不是要求什么 就是祝福 而你们的生命真的被神使用提升的时候 你又可以祝福很多人 我的心态就是这样 我就发觉 我就更加轻省 其实我们有不同的时间 有些人又离开 有些人告诉我 那个人有什么原因离开 我心里面 都有一个不舒服的 但我跟着就说 我都是尽力去做 如果我知道他的需要有什么我做得不好 我就去尽力 我去尝试去改调教 但我调教之后 都是会有人走 我就不用背着的 这是一个事梦很重要的 我们在我们的事梦都一样 我们帮的人可能有些会离开 不要紧的 不用背上淡字的 这十四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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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讲到你为什么要论断他们呢 他暂着说跌倒 他有他的主人 主人是谁呢 就是神 他有他的主人 主人会看着他 而且他必要暂着 因为主能是他暂着 那又不是了 他真的跌倒了 我们有职责去帮他 去扶持他 但是神会做他的功人 我们看到有些人 软弱了很久 但是神又会兴起他 当然也有些人离开神的 但是神会做他的职责 我们不用背着 不用背着重担 当我们侍奉背着重担 是很凄凉的 因为我侍奉 我其实我曾经 我曾经好像把刀拆的感觉 因为那时候被人批评 那时候很受影响 很长时间受影响 那时候我就回到香港 十日 就很开心很轻松 大家想起 十日之后要回去 立刻重担 就是你明白 那时候我这样重 但是我后来 一步一步提升 在那时候我开始 一段呼求耶稣 后来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就看到 神可以怎样使用 我就不再 人家说什么都不再影响我 他说什么是他的问题 其实他软弱我 为什么要背着呢 我心里就轻松了 圣经有讲警戒人 还有不同的方法帮人 有贴纸 五章十四字一起读 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 勉励灰心的人 辅助愿望的人 也要向众人忍耐 这里讲到几种不同的方法 有些要警戒的 有些是勉励的 有些是辅助的 有些是个个都要忍耐的 就是每个人不同的方法 但是不要紧要的 总有方法慢慢引导他 如果他不改 是他的问题 总之我进责 可以做到的 我就做 但是 就是我们要 看那个情况 而去问神 我可以做什么 这个人可以做什么 我们有时反省 有时会发觉自己 咦 太漏妄了 当时太急 有时可能应该是劝勉的 我们可能指责得太强了 有时我们不敢去指责 我们都求主耶稣给我们这个 这个胆量和信心 好了 这里有两种处理人的问题方法 圣经都有讲的 劝道和督扎 劝道引导他 但是根据圣经 无论劝道或者督扎 都不要做什么 诗篇37篇8节 当指着怒气 离气焚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座 就在事奉的时候 不要背着淡子 不要心怀不平 不要有怒气 当有怒气的时候 即是说里面是处理不到的 那你怎么处理呢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说呢 这个事奉是神的 就跟我说 这个事奉是神的 不是我的 我只是工人来的 我只是一条管子 我做神的 我做就行了 扎入在神那里 后果在神那里 就是这样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这么激气了 就是说如果你去做工 亏了钱的时候 你尽力做做做做做 都是亏钱的公司 那你上班 你都是老板亏钱 当然他在那里亏钱 你会怕他要插入鱼 不过我们的神 就不会插入鱼 最多老板亏钱 不回我事 那你通常上班 他总之他有人工 老板亏钱 他都不是很紧张的 总之他有钱 我们同样 神都一样 当然我们都关心 但是呢 关心就是你不要背着 就不要一直淡子 淡子 其实这些这样的说话 是对每一个人说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在侍奉 很大压力 就是根据圣经 无论我们督摘或者劝导引导他 都是没有怒气和心怀不平 前十三章五节 不做害生的事不求自 亦存不稀而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要那么容易发怒 不要计算人的恶 如果我们发觉 我们一直整天数着 这个人他做过什么 他对我说过什么 他怎么激过我 他怎么对我不好 你这样想着呢 你是会很惨 如果心一直想着呢 这个叫做加倍折磨 他第一次折磨你 接着你将他折磨 够不够啊 他对我这么坏 就是你加倍折磨 他折磨你一次 你就要将他加倍 折磨到自己 死为止 不值得的 必须折磨啊 不关我们的事 是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 他问题是怎样担住呢 所以呢 我们分开就是这个 划清界线 神的责任 其实两个东西呢 责任是我们做什么呢 效果在于神 一起说吧 我们有我们的责任 我们做好责任 效果在于神 划清界线就不会有激气 你没有划清 你觉得那东西是你的呢 我们觉得事奉是我的呢 就会激气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神的呢 我们就不会激气了 但事奉呢 的时候需要处理的问题了 什么是一个问题呢 第一 受了伤害或者敏感 是需要处理的 一起说 个人伤害的捆绑可以令人窩民 就是说 受了伤害和里面的捆绑 可以令到我们很敏感 的那么多东西就会很大反应 的那么多东西就会很害怕 很忧虑或者很发脾气 临后三章十一节 后面讲到 顶门都要起落 就是说 事奉起落 要受安慰 学一件事 要受安慰 就是说 不要继续受伤害 受安慰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 他睡觉时 扎到他的宝宝 那宝宝死了 那宝宝死了两年之后 那些人都告诉我 他那时候 我已经不是牧养他的 他还是很忧伤 他永远都遥述不了自己 他整天都 我做错了 做错了 我一天在街上见到他 我说 我很想跟你谈谈谈 他不肯 就是他的心 拒绝受安慰 那我们求主帮我们 他的心愿意受安慰 我们都是愿弱的人 我们不是很厉害 我们告诉自己 我们不是很厉害 我们需要神的安慰 我们需要神的安慰 不要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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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神的安慰 接受神的安慰 就是神啊 我受伤你医我 我需要你医治我 那心就会松一点 但如果经常都说 那些人坏啊 那些人伤害我啊 哎呀 好难描述啊 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撐住了 就永远很难受到安慰 还有以赛宣诺一章 那里讲到医好伤心的人 既然我们出去医好伤心的人 首先医好哪个先 自己先 自己未医好呢 为什么有些人这么敏感呢 你说他上去 他这么伤害 因为他里面受了很多的伤害 所以他没有办法处理他的伤害 还有被老的得释放 很多人被以往的伤害被老了 努力了他 以往的受的苦 努力了他 以至他永远都释放不了 所以这个是 侍奉的 如果有受伤和敏感 是一定要释放 其实我受过很多伤害 但你看我经常都会这么轻松呢 因为我受到伤害 当我觉得不值得再受他伤害 为什么要再受他伤害 他的问题 为什么要继续受伤害呢 我就觉得神这么好 神这么欣赏我 就是我经常看神这么好 神这么欣赏我们 那些人就伤害我们 我只是看上他 练习他 其实他受很多伤害 所以他受到伤害人 我就祝福他 祝福他 反而我的心就松 有一个人 很久之前 在这个教会里面 他将一个事务交给我 其实他是讀神学 他就因为他讀神学 他就没有时间再做那个事务 他就 教会需要有人做儿童崇拜 他就问我做不做 他就教会我怎么做 第二天我忽然间 和他招呼他不理我 他又不理我 天天我看到他都不理我 我看到我打电话去他的家 他的丈夫接 我就说 我想和你太太聊天 他就说 你和他说什么 我说 我想和他说 不知是否我做了什么事 为何他不理我呢 他说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啊 不用了 我就收钱了 拜拜 他丈夫不肯让我和他聊天 那我这件事 其实当时都说 都压着很久 后来过了很久之后 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说我曾经跟 就是我说过那个人合作 那我就问他 那个合作如何 他说他很多事 整天都伤害人 那我就明白了 然后他有这个习惯 他有这个习惯 他有这个习惯 是容易伤害人 那那段时间 我又再见到他 就是他去到他的教会 那我就去请教他一些东西 那他的教会 我知道他是圣灵文作 那我也都分享 我是有经历圣灵 那我就跟他说 我都想学一下你们 就是做教会的方式 那他回答我怎么回答呢 他说 我们不是看方式的 我们就是靠神的 那这个说话呢 是真理来的 不过那个方式 我觉得他可以 不用这么说话 就是我又看得到 他都是一样有那种的质素 但是我又觉得不重要 我祝福他 神都用他的 不过始终可能他的性格 始终是一个很容易跟亲人的性格 但是我说 这个是他可能受很多伤害 但是呢 是他的问题 又不是我的问题 为什么要激气呢 所以我就决意不激气 那这个呢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 就是说 你受的伤害不要紧 没有所谓的 不死得的 是吧 不死得的 他说有时候 我们背着重担 耶稣就说 背着重担 要怎样呢 来他那里呢 就得安息 这个经文有讲了 两个安息的 二十八字一次 二十九字一次 一次就是来到耶稣那里 第二次又怎样呢 我心里又和牵卑 你们当父我骗 学我阳识 者用你们心怨 就必得向我阳识 第二种安息呢 就是 父耶稣的骗 学耶稣的阳识 第一种呢 就是来到耶稣 耶稣啊我需要你啊 那就是安息了 这个就是亲人神了 信耶稣了 亲人神就是安息 第二种是什么呢 父耶稣的阳 就是做耶稣想我们做的事 一起做功了 然后呢 学耶稣的阳识 学他的生命 这样呢 这个安息是怎样呢 心里就必得向安息 一个深度的安息 这里讲到呢 就是说 神想我们有一个 第一步的安息 就是亲人神 第二步的安息 就是父耶稣 骗 学耶稣的阳识 整个生命交给耶稣 和学祂的生命 那你就里面有了安息了 我们是不是个个有了这种安息呢 有没有烦恼 有没有猛争怒吵 激气呢 就需要有第二种了 就是父耶稣的骗 还有学耶稣的阳识 很多人知道父耶稣的骗 很多人说父耶稣的骗 哎呀 那首歌是什么 哎呀 哎呀 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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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叫你穷 我记得了一不大事 就是大事 那个人家拘捕 什么时候 非常好 地压上 鬼叫你穷 很辛苦 就是父耶稣的骗 可是习也没有学耶稣的样式 耶稣是 哈利路亚 那真是天父 耶稣真是好 天父真是好 耶稣是这么轻散的 学耶稣这么轻散 打风都可以睡觉的 没所谓 因为神会看着 神会看着 因为耶稣说什么 他的骗是容易 但很多人不是 他说我的事物很难 但耶稣说 其实我的骗是容易的 为什么 你有耶稣的能力 和存在就不难 你有神的能力就不难 你经常靠自己 和你拥有这个侍奉 你就难了 耶稣的骗是容易 他的淡子是轻散的 另一种人 就是背着侍奉的淡子 临前四章二节 所求于管家的事 要他有忠心 你忠心就行 那一刻不在于我们 这句话给我很大安慰 因为曾经 都被人不同的说话攻击 但我就说 其实我们有忠心 所求于管家 要他忠心就行了 不要背着淡子 另一种就是忌怨 很难要恕 先讲到 不要算是恶 还有止住怒气 离气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状怒 心怀不平是什么 激气 我搞错 不值得 这个心怀不平是很惨的 我们的身体 神畅是不适宜的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会有高血压 有糖尿病 有心臟病 有中风 是不值得的 是你可以轻轻松松 你愿轻松 你的身体运作是非常健康 这样的时候你可以长命和享受 有些人我都见到很长命 不过是几十年都病的 但是我们可以靠耶稣 不用忌怨 没有所谓 他做什么有什么所谓呢 还有另一种就是核制人 核制的事奉 核制人 但是神不是想我们这样的 事奉不是核制的 在 比较前书五章二节 第三节 我们看第三节 有必要核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不要一种压力 不是控制他们 带领他们 引导 他们是羊 引导 他有错 引导他 一步会引导他 还有有时会有意无意伤害人 有时有一句说话 怎么这么做啊 怎么搞错啊 慢点 这么慢 怎么快点呢 就是比如一些这样的说话 你有没有听过人说的说话 有没有示茫的时候 快点来啦 快点啦 追啦 我会很激气 很猛烦 不用那么急 就算是快 我们快点啦 一起快点啦 一起快点 就不用激气的方法 南传8章12节一起读 你们只要得罪弟兄们 相云抗拟养人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 有时我们得罪人 未必特意的 有时是一个眼神 可能我们以前 对个人很热情 自从一件事发生 开始见到他 不想见他 其实人很透明的 当我们不喜欢一个人 是别人看到的 别人知道的 这件事就会伤人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 不出声 和出声也不可以伤害人的 不出声 都是可以伤害人的 所以我们有什么事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今天很累 所以我不能出声 我会解释给人 如果我一天回来 我完全不理睬 你们会觉得怎样呢 祝福师是不是生了我呢 你会觉得很异常 我会觉得很异常 我看见祝福师 也不出声 那什么事呢 我一定会解释的 如果我真的有不舒服 其实我今天也有一些 不舒服的求人 感谢主 一直都不 我不要停 多谢耶稣 但是我会 如果我真的不想出声 我会告诉别人 因为每个人都以为我生了他 我是不会生人的 感谢耶稣 神给我这个性 我 其实有很多人 我知道他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是他的问题不回事 但是我会尽力帮他 神给我这个心 那这个心呢 我感谢神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那些人 就算犯了很多错 他不会怕见我 当然有些人都会怕见我 他们自己怕 不是我令到他怕我 但是呢 我自己是尽力令到人觉得舒服 就算我很久没有回 有些人都会说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回啊 你 做什么呀 你失踪去哪里 这样 这句话令到人 上次不想回 我们应该说 很开心见到你 很开心地回到你 你说说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回 是不会有帮助 有些人打过去探某人 为什么这个礼拜没回 那天觉得很大压力 整天都打过来 为什么没回 我们可以打过来 就是关心他 问候他 就算我太太每天都问我 今天顺不顺利啊 他见到我 打了电话 他就会问我 今天顺不顺利啊 其实通常他回家 他开车回家 在途中 我们当然是不打电话 除非他车人 就是这个路程 我们都是一路沟通的 他都会问我 你今天怎么样 你今天顺不顺利啊 我们留意 我们自己有意无意 要得罪人 有时我们不知道 总之你的心 有些不喜欢的人 你就可能已经得罪他 你有些不脚 就已经得罪他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不要不脚 如果我们对人不脚 耶稣都对我们不脚 就很惨了 如果耶稣要数 我们都不要太多太多 是吧 但耶稣不会的 耶稣很宽闻 心很广 他会不断感动我们 我们就学耶稣 他不断感动人 那人不听话 他不断感动 一直感动到他为止 在过程中 神不是一直踩他 踩到他扁着 神是感动他 让他能够醒过来 我们虽然很多次犯罪 但耶稣都一直感动 是很好 耶稣很有我 但耶稣都会指责 我们都可以 有些时候需要指责 但是呢 你想清楚 在哪个时候指责 还有有时偏心 在亚国书里说到 就是说那些有钱人 但很多时候偏心 事奉就不是这样偏心 是偏心什么人呢 那些特别听我们话的人 我们就偏心点了 这个也是不对的 当然如果说时间 鼓励人 训练人 我应该是愿意给神用的那些 我愿意多些训练他 但是任何一个人 我都一样是关心他 这个是要学习的 有些人是愿意事奉 那些是应该放很多时间 训练他 提升他 但是我们都不要 只是对那些人好些 就是好像见到那些人 哇 哇 很开心 对别人觉得 没什么反应的 这个态度是不好的 我见过有牧者是这样的 哇 那些人就可以拿个礼物 拿个礼物给他 哇 很开心 但是其他人就不太理 就是这种态度 是令到那些人觉得 哇 我要牧师欢喜 是一定要带些礼物来的 这样的时候 就变成了 人就会有一种惧怕 那我们就是 千万不要偏心 但是我们要 服事不同程度 这个特地 做一个graph 是这样的 右手边 大家都明白 那些最爱住的 好提升 最高的是什么人呢 自动自觉 自己会侍奉 自己会找方法去帮人 自己会尋 方法去怎样提升自己 去祝福人 还有有爱心的 这个是最好的 那有些人不是那么好的 一路落一路落 落到最后 有些反 就是负的 怎样呢 拆毁的 做些不好的东西 这些人又怎样呢 我们有时候需要指责 但是我们都是一样有耐心 和接力 他就会有一天会受感动 但如果我们对他排斥 他永远没有机会 会被我们外面 其实是一个东西 指责 不要同时排斥 一起说 指责 不要同时排斥 指责同时有爱心 有爱心的指责 是告诉他 这个东西我很想你改 这个东西是重要的 但是我一样关心你 这个就是指责 有爱心 一直说 指责 有爱心的 指责 千万不要排斥 指责千万不要排斥 而我们引导的时候也有耐性 他没有改 不重要的 是他的责任 慢慢来 一步一步 有时候他没有改 我们听神说 听一次立刻改 还是听很多次 很多次 但是神都继续鼓励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 是真的有些人是负的 不要紧 慢慢来 总之你做在他身上就可以了 你就进了责任就可以了 神负他的责任 何必因为软弱的人失去喜乐呢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人受伤 左边就是很软弱的人 帮极也是软弱 我们就容易受影响 整天帮他都是这样 一会又没力 他一会没力 是他 他很惨 我们就不断扶持他 第二个就是指责我们 这种我们很受影响 他说你 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你不是这么做 什么原因 我们就很受伤 因为我们里面有个受伤的小孩子 被人罵得多 虽然人家一死 我们就受伤 但是他指责我们是他的问题 我们不指责 我们都不需要受人的指责 他如果不合理 我们不用受乐 他合理我们就认错 但是不合理的受 我们都会多谢他 但是我们不需要受影响 另外有些人很懒 有人叫他做事又懒 又不负责 又不记得了 有些人就看到 很多次了 叫他做事又不记得了 又辞到 很激气 是他的问题 当然他迟到 你就去找另一个 对 不要叫他 他就配搭 一些次要的 你不可以把最重的交给他 因为他会不记得了 那我们就分配责任的时候 我们小心了 不是代表这样受 就是我们不受影 但是我们要懂得有智慧处理 然后下面那个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是吧 讲闲话 有没有教会 没有人讲闲话的呢 有多难 但我希望我们中间 没有人讲闲话 希望我们中间 有任何人见到不好的 都用正面处理 我常常都用正面处理 当我听到有些人不好的时候 我一定是正面 但我都会寻求 神给我的方法 如何去做 因为有时 就是 处理人是 除了你有内心 神给我的内心 爱心 但是呢 智慧呢 都是有时 几时讲 几时不讲 几时引导 是很难的 但是呢 总之你继续去 你就越来越有智慧了 今次学到 下次 小心一点 OK的了 那么呢 我们需要决定 帮助不同的人 是不同的方法的 有些人警戒 有些人勉励 有些人辅助 但怎样是忍耐 他怎样警戒 都是忍耐 而神很体重我们的 我们都是做在主耶稣身上 做每一个人 帮每一个人 希望 今天我 大家听到这个讯息 我是很 从心底传对每一个人 事奉 最重要 背后的心态 我们的心态 是祝福人 不受人影响 你又会继续 善来 当我们受人影响 我们是 遲早会残 是 遲早会做到累 做到放弃 做到很辛苦 其实我每天 我都不停 我会累 我就休息 如果我不是休息 我当然 一天就祈祷 一天做事 我是不会浪费时间 但你看我又是这么健康 感谢耶稣 就是我心是常常松的 我常常保持一个很平稳 安静的状态 Hasubby 我希望大家都有一种心态 求主 我们有无一种 里面压住的情况 我们一起 一起去哭 我们一起祈祷 主 On adesso 祂 kamному 我们释放金 我们用来 我们不是揹着重担示福 我们轻散的 因为上次上次st sc assist 就是易就 耶稣的担指 是轻散的 耶稣是谊和 却Pre 復设耶稣真好 耶稣是最好的老板 服侍耶稣是最好最好 耶稣一定是照顾我们 耶稣要欣赏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服侍得轻轻松松 充满喜乐 我们充满喜乐平安 我们就能够 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就连向别人 我们侍奉的时候背着淡子 我们不知不觉就会伤害人 求主耶稣释放我们的力 祝福我们 医治我们每一个 医治我们每一个的心 也都让我们彼此伤害 让我们在这个群体 真的见到一个爱的群体 在这一会儿我请大家拖着教徒一招 你跟教徒一说 耶稣爱你 我都爱你 求主保守一个合而为一的心 让我们合而为一 让我们不要互相伤害 如果我有伤害你 请你遥恕我 如果我有伤害 求你遥恕我 如果我有态度不好 求你遥恕我 祝主帮助我们 是一个好的态度 平和的心 喜乐的心 多谢天父 保守 在生命中合而为一的心 多谢天父 来奉主耶稣的生命 阿弥 我祈祷的就是我们中间 是完全合一 见到个个都这么开心的 见到个个都这么开心 好吗 成为一个爱的群体影响人 不只是侍奉的训练 是生命的影响 求主帮助我们 侍奉的时候 是事实是这样的 如果当初有人 你觉得你侍奉不是这样的 我是很欢迎你跟我谈的 其实我的心 都是想祝福 我不是要 告诉你 你什么错 我都是想引导 什么方法可以引导 有些不好的人 怎么可以引导 我们的侍奉困难 怎么可以引导 我们的侍奉困难